这个地方之后 首先我看到了几个大字 怀柔影视基地 哎呦妈呀 影视基地 早上8点多的时候 早上给我打电话 他说赵美容啊 你到了吗 对呀我到了 我说吃饱了喝足了 非常好 那你到808来试镜 我说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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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卡就扣了 走到对面的楼上 一岛七楼 一个人都没有 包括保洁阿姨也没有 走到8楼 走到那里头就看到 八八 我一听 没有声音 他也说得我踹开了 哎呦妈 我这男的在收拾东西 也没动静 然后呢正是我对面 有一个白白净净的 这样帅哥 哎呦妈呀 在那里低着头 我一直在看基本 百分之百是导演 我走到导演面前 我这样讲 大娘 人路有人就说 我不是导演 他是导演 怎么导演在哪里 在我后面是吧 哎呦妈我快吓死了 怎么办 怎么办怎么办 我当地就尴尬死了 我摸摸摸 哎摸着手机 哎呦导演 你怎么躲在没后面了 是不是 我早看到你了 没后面都给你打招呼啊 你知道吗 你拍的电影 我可喜欢了 什么南京南京科西里 是不是 导演你今天真帅 让我一起合影好吗 来导演看这里 一二三 莫不打 当我欢迎之后 全场人都笑了 我也跟着一起 哈哈就笑了 但是我想问一下 你们知道刚才 那个看剧本的人是谁吗 说想知道吗 就是范碧碧的老公 李晨大黑牛 加油 加油 所以呢 我就顺利地进了剧组 不知惹不醉 大姑娘上校图一回吧 咱又不知道 一个导演 是不是 但是咱觉得 是不是导演会生气 但是它不是这样子 我进了剧组之后 导演还给我安排着 女三号 他们吃一盒喝饭 我可以吃两盒 有一次 我就饿死了 吃了四盒 导演也没说话 还有一次 试裤子的时候 就是特别瘦 我一起 她家前后都开线了 导演也没让我陪 后来陆川 还给我转发微博 给我征婚 给我介绍对象 可好了 你知道吗 所以到现在 我想起来都很激动 知道 这一切都很激动